各位叔叔、叔叔、阿姨、阿公、阿嬤 大家好 當然新加坡的情形是很嚴重 家裡的人應該是跟你說得很嚴重 總理出來跟我們說 部長就出來跟我們說 當然沒有嚴重 因為每個人都出來說 當然他也跟你說 因為我最簡單的語言跟你說 給你聽 這個旁邊是很嚴重 你看 10日有差不多140人到 其他還有72人不知道是哪裡到的 就是說在戶口中有這麼多病毒 不知道是摸到或是空氣 或是跟你說話或是怎樣 不知道 沒有人知道怎樣 所以最重要就是你不要出門 在家裡 你在家裡睡覺也沒關係 睡覺也沒關係 最重要是你不能傳染到 我告訴你如果傳染到 你如果自己說 你困難只有皮膏 皮沒味道 你的舌頭沒味道 我告訴你這是差不多 還有家屬 這種情形就是來了 你不能傳染到這個情形 你傳染到這個情形就沒有了 但是你這段情形就是 要關於戴地口罩 要保護旁邊的人 要趕快去看下去 這什麼重要的 這個呼吸道的邊 一個對話跟你說 它是怎樣 根據醫生那邊說 你不會傳染 你怎樣傳染 你怎樣傳染 它會不會開 這真的艱苦 到外面 就是要去ICU 要用Horkic的呼吸器來幫助 有很多人 尤其是老人家 聽得好 老人家 真的艱苦 一棟的家 當然不只是老人家 少年家 也有 會對 這個邊緣不知道怎麼看的 有些人說 醫學界還沒什麼了解 但是什麼地方就是 你要去了解 什麼地方就是 你不要出門 在家裡不要出門 你不要出門 你就是幫助你家裡的人 幫助社會 還有幫助我們的國家 因為當今很多人在地中 滷滾房子 真的不可以 真的不可以 所以你希望你自己 是安安轉轉 經驗在家裡 好嗎 希望大家聽得懂 我告訴你 這個邊緣到後 老人家 還是少年人 隆重是很爛 尤其是老人家 老人家 真的嚴重 人家老後 抵抗力不夠強 所以會危險 好嗎 你跟你的朋友說 小朋友跟他講 叫他不肯出來 等一個月 一個月後來再看看 好嗎 今晚大家健康 我啦